174 《香港相報》2010年8月29日報章 A 06 心靈花園一言命坦白陳一言名大於你的命格 米娜小姐,生於3月12日,從你的八字看,你很適合以寫文章作為職業 甚至可以發展為辦報社或出版公司,這是一個名大於你的八字 無論如何,你會有自己的生意要做,不會光是一個寫文章的人而矣 除非有一日,你的名字變成一個品牌,哪有作別論了? 你讀書運甚佳,只要你願意,再讀一兩個名字閒出來 不是什麼難事,也對你日後的事業大有在益 此名晚年發,名利俱有,中年論財,是浮浮沉沉,辛苦經營 但無論如何,能保在中產之資,生活無緣,所作任何事業 皆自身所創立,父母小助力,但你多四方貴人 是以各種求事都很容易開展出來,此事每到經營不久,挫折都不少 故須三思而行,由此命父母多離異 或因某些不愉快的原因與父母之一無緣 多是母親,你自己的婚姻,命格中是無愛的,但怨氣頗多 不要因閒氣吵架破壞感情才好,丈夫與你的性格都是頗獨立的人 雙方其實很多上次的地方,互相扶持 是你人生的好伴侶,你現在的男朋友,會是你的丈夫 二十四至二十八歲是結婚之期,今時今日算是早婚了 丈夫會肯痛疼你,是個事業心肯重的人 你多少會埋怨他太顧事業疏忽了你,傻傻嬌就好了 不要真當一回事,其實你自己也是個大忙人 要特別一提的,是今年會吵架,話就不要亂罵出口 處理得好是小風波,處理不好,日後會有心病 今年開始工作很忙,你會明顯感覺到 而工作上有小人,非短流長,物放心想 他們影響不了你,董事的人都站在你的一邊 紫色頗藥,紫一知之技,真的想要小孩子 建議你早一點計劃,你是不會有養不起的情況 放心安排好了 健康方面,今明兩年健康不佳 進出醫院診所多了,但不會有大病 留意下辛苦女病,及脾胃之症 眼睛又易得近視散光 陳一言,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名 tuningajan at gmail dot com 他會不會有空 buzz 對你為何你感到的